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部剧打动小编的并不仅是阿勒泰让人陶醉的美景 自由的生活 还有他对生活如实的描述 这种真实是生活的琐碎 一地鸡毛的日常 贫穷和窘迫 有这样一个片段 李文秀从乌鲁木齐的餐馆离职回家 想给妈妈打个电话 问问小卖铺搬哪了 第一次打电话 小卖铺的电话战线 没打通 第二次打电话 奶奶在看电视 妈妈和邻居在外面聊天客瓜子 电话没人接 最后文秀只能自己拎着两个大包 一路边走边问 灰头土脸地到了小卖铺 还被老年痴呆的奶奶打晕了头 事后妈妈责怪文秀怎么不给她打个电话 这件事歌谁谁都会心生不满的 但文秀的性格也只能生生闷气 生活就是这样 文秀没有错 家里人也没错 而这反映的是城乡生活的差别 城市的生活是追求效率的 人们时刻听着电话 手机 生怕错过什么事 而乡下的生活是围绕农耕 放牧生活来展开的 是原始而散漫的 离电子生活更远的 在面对和外界的联系中 也是更容易耽误时的 而阿勒泰的乡居生活是将就的 老房子是别人家的 搭的木板床滋滋作响 稍一用力床就塌了 而妈妈只会对文秀说 又不是天塌了 还能影响我睡觉 是啊 困难的从来不是物质生活的匮乏 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如果有张凤霞这样面对生活达观的态度 遇到什么事都不叫事 一切都会过去 面对牧场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 作者的态度是平和的 接纳的 他没有抱怨生活的艰辛 而是去发现牧场生活的美好 牧民之间的团结有爱 互帮互助 才能够让我们看到 我的阿勒泰这样优秀的 治愈人心的作品 请大家记住 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生活里的困难 而是内心的计较和狭隘 伴随着电视剧 我的阿勒泰的爆火 作者李娟也被更多人熟知 写作之外的生活他会开直播和网友们聊天 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娟姨 在凤凰网主持人和娟姨的户外访谈中 主持人说 我现在被困在系统里 在北京每天要工作 有K派 人没法停下来 很想停下来 但周围的环境会告诉你要苟住 你身上有我们很多人羡慕的松弛感 那么有没有你会焦虑的事情 娟姨说 人会困在什么之中 这就是每个人的命运 你不困在这里面 就要困在那里面 有的人困在疾病中 有的人困在贫穷中 有的人困在繁忙的工作里面 困在空虚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 我真的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一帆风顺的 真的是缺心眼的 无忧无虑的人 每个人都有痛苦的 难以摆脱的那么一个困境 像我是困在记忆里 虽然我现在过得很好很好 我再也不想回到过去 可是过去的事情 哪怕过了多少年 都在折磨着我 同时也困在其他的一些里面 这是正常的 我们生而为人 不可能自由自在 上班的主持人和作家娟姐 某种程度上 也是我们广大的打工人群体 和自由职业者的写照 打工人有打工人的困境 自由职业有自由职业的烦恼 只不过看你选择过哪种生活 我们并不需要逃离 只需要做出适合自己的生活选择 佛教里称人间为尘世 凡夫俗子的我们 最多做到实时勤服事 生活的烦恼是解决不完的 也常听老人说 是经不完 活到老 经到老 烦恼很多时候是抱怨带来的 面对生活的 繁繁复杂和不如意 倘若我们能够接纳 接纳发生的一切 接纳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 就只是去生活 去经历 去受伤 去爱 也许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看完电视剧《我的阿勒泰》 小编想说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 但为了保证援助 想传递给大家的意思 小编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觉得剧中 非常值得深思的20句话 希望能与大家一起共勉 一、这森林是火焰与海洋交汇的产物 是被天空抛弃的一部分 当火焰与海洋交汇 台山倒海 激烈壮阔 相互毁灭 天空便轻悠悠地冉冉升起 以音乐的神情静止在我们抬头终日寻找的地方 二、也许一旦真正投入到无限的自由之中时 得到的反而不会是什么无限的自由 而是缩手缩脚和无所适从吧 三、痛苦这东西天生 应该用来藏在心底 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 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 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 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的 大不了土土舌头而已 四、我整天坐在深暗的柜台后面 等着有人来店里买东西 等着他们掀开厚重的棉门帘 逆光走进来 五、我不是没有故乡的人 那一处我从未去过的地方 在我外婆和我母亲的讲述中 反复触动我的本能和命运 而永远地留住了我 那里每一粒深埋在地底的紫色浆果 每一只夏日午后准时振翅的鸣铛 比我亲眼见过的还要令我感到熟悉 六、死间万物都在被压抑 都在挣扎、在爆发 在有光线的地方纷纷伸出手臂 在最暗处一一倒下 脚下厚厚的苔藓浓果的汁水 是这空间中所有透明粘稠的事物 一层一层液化而成的沉淀 我踩上去一脚 瞬间陷入深渊 七、又记得在夏木场上 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 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 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精 世界那么大 外婆拄着拐杖站在旁边 笑咪咪地看着 她那暂时的欢乐 因为这暂时而显得那样悲伤 八、在大地上打出一个深深的洞 然后遇见水 这真是神奇的事情 一个人在井底用短锹掘土 另一个人在地面上 把土一桶一桶吊上来 漫长的劳动使阿克哈拉的土地 渐渐睁开了眼睛 她看到了我们 认清我们的模样 从此才真正接受了我们 九、这深山里的西伯社会 的确没有过被明确监督着的秩序 一切全靠心灵的自我约束 那种人与人相互间 人和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 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 却也是足够的 十、我所了解的这片土地 是一片绝大部分才刚刚开始承载人的活动的广袤大地 在这里 泥土还不熟悉粮食 水不熟悉井 或不熟悉煤 在这里 我们报不出上述三代以上祖先的名字 我们的孩子比远离故土更加远离我们 十一 自由一旦漫开 就无边无际 收不回来了 常常是想到了最后 已经分不清快乐和悲伤 只是自由 只是自由 十二 不要总在过去的回忆里缠绵 不要总是想让昨天的阴雨淋湿今天的形状 昨天的太阳 晒不干今天的衣裳 十三 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 干必须的活 赚必须的钱 生活平静繁忙 但是我知道这平静和这繁忙之中深深忍意着什么 十四 生命自己会寻找出路 因为只有在无际的弯路中 才会有更多的机会不停地靠近世界的种种真实之处 才会有强大生活的强大根基 十五 刮大风的天气是幸福的呀 大地和天空之间被大风反复抵挡 干干净净 空气似乎都刻满了清晰的划痕 这划痕闪闪发光 风兜着我的裙子 带着我顺风往前走 眼前的世界也在往前走 十六 花能散发香气 多么像一个人能够自信地说出爱情呀 十七 世界就在手边 躺倒就是睡眠 嘴里吃的是食物 身上裹的是衣服 在这里 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 十八 这荒野真是不讲道理 但慢慢地 这荒野又会让你觉得自己曾努力去明白的那些道理 也许才是真正没道理的 十九 我想 不管我们面对什么处境 不管我们的内心多么矛盾 我们总有选择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取决于我们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二十 每当抬头看到这太阳 都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样 心里微微移动 惊奇感转瞬即逝 但记起现实后的那种猛然而至的空洞感 却难以愈合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